随着50MINI EV爆红热卖 众多车企纷纷入局新能源灰形车市场 产品同质化营销手段雷同 让MINI EV失去市场独特性 产品热度大大降低 2021年MINI EV敞篷版概念车在车展亮相爆红全网 这是50的机会 但也面临着挑战 挑战一 如何打造差异化重回市场领导者地位 挑战二 市场营销手段雷同 如何创造不可复制的营销方式 多数用户认知里 敞篷车是昂贵 遥不可及的 但一贯亲民的50燃起了年轻人对敞篷自由的期待 因而我们颠覆传统车企营销模式 第一次在车企中借鉴潮牌抽签方式 让敞篷车成为人人都能拥有的Dream Car 首先我们在官方自由平台 Link Lab上线敞篷抽签购 通过线上抽签申购形式 吊足用户胃口 72小时收获10万浪漫之约 成为现象级传播事件 为了让传播效果最大化 我们精准跨界知名时尚杂志 时尚巴刹 由敞篷领衔 迷你马卡龙 Gameboy 首次以家族形式亮相 产品形象全面向心 并通过悬域媒体矩阵 引发大量媒体和年轻用户的自发性传播 在各大社交平台产生大量UGC内容 最终 此次营销战役获得总曝光量3.8亿加 总互动量325万加 mini EV敞篷版首期参与人数破17万 创造了汽车营销中难得一见的申购数据 Link Lab在零传播预算情况下 活动当月注册量提升69% 线上成交量提升129% 在同质化的市场竞争中 50mini EV以敞篷版为流量密码 带动了整个mini EV家族声量和销量的双增长 以及品牌形象的全面提升 属于50mini EV的传奇 仍在继续